豆腐的来历 战国时期,燕国有一个孝子叫月毅 他非常孝顺自己的父母 他的父母都很喜欢吃黄豆 一天,月毅正在煮豆浆,准备给父母喝 他的父亲走过来,从锅里咬了一勺,尝了一口 只摇头问,这豆浆怎么什么味儿也没有啊 月毅一拍脑门,原来是忘了放盐 可是,盐罐里只剩了一些盐卤水 他只好将它们全倒进了豆浆锅里 不一会儿,水就煮开了 月毅揭开锅一看,不由得愣住了 原来锅里的豆浆,全凝成了白嫩嫩的乳块 月毅的父母看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连说,真奇怪,真奇怪 月毅把这些白乳块摇起来,尝了尝 感觉滑嫩可口,别有一番特别的滋味 他又请父母和邻居品尝,大家都说好吃 月毅很高兴,第二天就跑到四处先生那里 让他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豆腐之玉 从此以后,月毅几乎天天做豆腐之玉给父母吃 有一天,月毅的母亲病了 醒来大夫一看,原来是经常吃黄豆上火的缘故 大夫开的头道药就是良性药,石膏 于是,月毅在做豆腐之玉的时候,都放些石膏进去 这样再吃就不会上火了,而且味道比以前更鲜嫩 后来,月毅专卖豆腐之玉,生意很兴隆 豆腐之玉也被人们简化成了豆腐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